到底什麼事?希望玩的是百倍夏季 沒錯,繁體中文版正式公測 應該已經不是三檔了吧 重點是他好像沒有Facebook登錄 這是我覺得很麻煩的地方 所以之後如果我和手機玩的話 我可能還要再做一個資料繼承的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玩法的部分 快點快點快點 在維修嗎?怎麼跑那麼久? 各位等一下,各位等一下,各位等一下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哪裡 靠背喔 耍我是不是 所以我們剛才在那邊就浪費了這幾秒鐘 六大職業 其實我跟你們講我沒有玩過Online版 有啦,可是我不會玩 間諜、格鬥家、超人、忍者、鐵甲人、軍人 其實這個設計是跟有的冒險 我覺得他比有的冒險還早 但是 這是 之前網看很多人在玩的現有啦 六大職業齁 所以六大職業的 不不不不不 我們今天先那個 主要是做一個整體的介紹 天啊,這我要怎麼選啊 大職業那一隻 選女生好了 間諜啊,間諜感覺比較屌 感覺比較偏魔法的感覺 我可以自己選角色是吧 蛤?鬼也都要選這一個啊 為什麼選他有一種仇霸的感覺 鬼也都要選第一個啊 現在台灣 百變恰吉 哇操 這些又有進攻國際喔 不錯喔 OK 天啊,我的手在幹嘛啦 呵呵 我手不知道怎麼了 好,這邊就是M的主介面喔 這邊可以移動一下 欸 找到鍵有拉動這樣 欸 喔,sorry 喔 可以不要震動嗎 我這個人最討厭震動了 鏡頭,鏡頭選擇哪裡啊 這個 手抽嗎 好,這邊是系統的介紹 好,這邊是系統的介紹 道具的購買 加好遊戲系統 那這邊就會手抽 就是GAP 確定 確定 真的可以繼續拉 角色編輯上陣 裝備的變更 好 所以就是這樣子吧 喔 喔,所以我們就要這樣嗎 喔,所以呢 所以呢 這邊就可以看了 好多造型可以自己改喔 好多造型可以自己改喔 欸 欸,我怎麼開這裡 搞不懂 感覺Bug很多耶 好 等一下,我覺得我要重開一下 這些怪怪的 欸 欸,有了 直接先玩法一場 欸,所以裝備可以自己改這樣子喔 感覺還滿輕鬆的耶 我覺得它就是對戰手遊啊 什麼鬼啊 為什麼是百變恰金啊 因為它很多造型吧 你哪裡是在衝什麼火啦 欸,它在扛我啦 欸,等一下我了人呢 天啊 這什麼鬼啊 喔,原來我可以放大絕 喔,我可以把人家解凍 Interesting 那我們就一直用大絕就好了 感覺這遊戲很超那個 那個 玩牌對決 欸,很像玩牌對決耶 你剛剛就改名叫玩牌對決的手機版 蛤? 手機到底要玩什麼 玩水先死吧 我覺得,就勢必是對打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要隨時防禦這樣子 一是跳二是防禦三是技能 四是拳擊 欸,靠它殘血了耶 不承認 欸,我贏了我贏了 好,這就是攻略囉 欸,最後我們贏了 有沒有 嘿嘿 喔,所以就是死痘這樣 四個人死痘這樣 欸,欸,武器又被打掉耶 蛤? 掉下去就死了 欸,這個有刺激到耶各位 齁,美白勝吧 然後他的角色這麼多耶 然後可以隨你換這樣 欸,兩個一起摔下去 糗糕 然後總共有三回合喔 所以其實這類型的衣服也不錯吧 要再逼這個積分的齁 所以一開始就是不要用Gank就對了 你可以分,這就是 其實就是讓你要生存到最後面就對了 人家了耶 喂喂喂喂 這隻可以下兵 等一下 喂喂喂喂 這邊 哈哈哈哈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覺得我被打有種莫名的搞笑啊 哇,太扯了吧 傻野貓咪 OK 好累耶 哇,好累喔 我覺得太生氣了 不錯玩耶 他就是一個動作的手遊 那攻略就是你要把邊打下去 那我覺得擺邊恰吉嘛 到底擺邊在哪邊 就說你一開始可以變更你的裝備啊 武器啊等等之類的 然後大家都隨便亂打這樣子 有一點 比較像生死都的感覺 我 我覺得 我覺得 所以神奇的是掉下去也會死 應該已經公測了啦 我在猜 大家要確定的話 還是去Facebook或是官網看 好,不要問我說現在三檔還是封測喔 嘖 今天就到這邊結束了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今天這集真的是太好玩了 他是開外掛是不是啊 對,他開外掛喔 你看他開外掛 怎樣啊 第一集就遇到這個bug 我也太無言了吧 好啊 好啊